Hello 各位好,我是Leo Lee 欲碧看门狗系列的概念设计师 这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第二套 Blunder新手进阶教程 我称它为神秘峡谷 好,我们这一刻呢先把 后面 看到这两 两坨最大的一个 物体啊 在画面里呢,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两坨云 我再教大家如何把这个云呢 给它在3D里面 给它很快速的去 做出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之前我们用过 那个叫做 Subdivision 然后呢,我们 再次用它,我们给它呢 加上一个Subdivision 然后呢,这个方块 它就变成了 类似于这种圆形 然后呢,棱角很多 当我们把它在 Viewport里面 比如说Subdivision 3,4的话 它就非常非常 smooth 然后右键 谁smooth 你基本就看不出来 一些冷 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去看这上面呢 去把这个云的一个形状 比如说可以给它做气氛 然后这样突出出来 然后整体的比如说给它放小 云的样子啊 大家就可以找一些 参考 但是说 做云呢,基本就是说 它 像 它是需要一个有体积的一个东西 它并非是 比如说云呢,它就是很虚的 其实云在构图里面 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像一些云呢 还有一些烟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构图 就它的形状呢 都是可以很随意的这样去摆放的 所以说它 形成任何的那种形状呢 像山呢,树呢,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它对我们的一些构图 起到了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作用 然后呢 你可以做出来这种 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些 语言的一些形状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Subdivision工作原理 就是说 当 面越少的时候 或者说当线越少的时候 它的 作用在 这个Subdivision这个修改器 作用在模型上 它就会作用的越多 当线越多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在这再给它加一条线 线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作用在 这个上面 模型上 它的线 就会再细分出来 然后呢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模型左边 比右边呢 就会尖锐更多 所以说呢 这个Subdivision 叫细分呢 它在 细分的线越多呢 你的模型就会越尖锐 可以这样去理解 我们还可以去 比如说 给它复制出来 另外的一个 因为云嘛 它很多都是 有很多个 像实体的 这样的一些水蒸器 凝结而成 所以说 它不一定是非常整体的 这样一个 它可以有很多 这样子 然后它也有很多层 也是可以 所以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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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最方便的一个做云的一个办法 就是用Subdivision这个修改器来帮我们去做 像这种棉花糖一样的这种 烟雾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去做 OK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再去 CV的调节 大家可以调一成自己喜欢的一个形状 如果说当我们之后还需要去 当然就叫在Photoshop里面去CV的调节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形体 当我们之后打上光 然后呢这个云的它的体积感就会非常强烈 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帮助我们绘画的话 就感觉省事很多 很简单的没有太多的一些 过分复杂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适当地在它的后面再给它来上一层 然后整体去调节一下它的角度 后面像是一片云海这个样子 然后上面呢我还打算还有另外的一个像是这样的一根斜线一样的 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 然后这样是一个做云的办法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办法 也非常好用啊 Shift A 新建 不是Mesh 也不是Curve 第三个叫Surface Surface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同的选项 在这儿呢我们需要用到的叫做 叫Nurbs Sphere 一个圆球 然后放大 它现在就是一个球体 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到编辑模式 你会发现 它好像是跟那种 传统的模型好像不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说呢我们尝试去拖一下它的这几个点 来一拖转你会发现 原来这几个点就是像是一个box 一个盒子 然后把中间的球体呢 给这样放在中间这个样子 然后有了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相当于就是在圆球的一个基础上啊 我们给它做了一些类似于subdivision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它们的操的原理呢 我觉得都是类似的 然后我整体呢 还是需要注意它的一个构图 大概是来像这个样子 然后让它稍微的有一点这样的弧度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会变得很尖锐 然后也变得非常细一些 像是这样在想啊 它像是一个呃喷气是飞机 然后飞过去之后天空中留下的这样的一道残骸 就是它会呈现出类似这种 有点弯弯的这种曲线类的效果 应该是很漂亮的 同样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呃 欧键 做成一种这种呃 一个很漂亮的弧线的这样的感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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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樣有點太尖了 我們稍微把它變得圓一些吧 上面什麼樣子大概不用管 然後我們現在稍微的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 所以這樣很快的我們就給它做了這樣的一個 兩片雲然後用不同的兩個方法給它做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比如說剛才我用這個叫Surface 這個什麼說表面的這個製作雲的一個方法 也可以很簡單的去做一些比如說 類似於發光特效那種東西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給它做出來 然後遠方的這棵樹 樹幹稍微看得多一些 原點回到模型 縮小 然後這個樹稍微的稍微有點太遠扁了 然後我再給它複製出來 然後關掉 別同你會發現有時候你去 不注意的話它點開了之後你放大縮小 咦怎麼其他的沒有選擇地兒 一旦過一塊選擇的地方放大縮小 就因為這個地方你點開了 或者說你沒點開的話 你想做一張操作也是做不了 所以大家心裡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 時刻去發現問題 然後去解決問題的一個能力 OK 保存 這一刻呢就跟大家去介紹 把這個雲朵 稍微的 反善一下 然後可以稍微給它架一些其他的一些層次感 我們後續可能會再接著去調整它 呃 只是說現在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樣子是OK啦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可能需要再進一步的調整 等我們 材質上來之後 那現在的話我覺得還可以 好 所以這些課的主題呢 主要是兩種方法去做這種雲 或者說 呃 大家如果說在場景裡面想加一些這種煙霧呀 等等等等類似的一些東西 都可以去 呃 都可以去這樣往裡加 啊 我突然發現現在裡面這個 呃 水的這個區域好像被擋得有點太多了 適當的去 把這個岸邊 給它稍微往裡面去 推 是 是 我來看看 是 有些之前加的有点过于随意的一些形 我觉得能舍也可以去舍去一些 草的话有一些当然可以在水里 我觉得都是 make sense 好的 OK OK 然后再稍微的调节一下这个路面的一些边缘的一些形状啊 有一些可能不太舒服的地方适当的调节一下 这边线可以给它擦掉了 这些我们做辅助用的 辅助完之后就不需要了 稍微太直了是吧 这条线 弯的程度还要不太够一些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比如说确定之后也可以给它变成Mesh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更方便调节一下选择它 然后点开 给它做这样子一个弧线这样子 让它弯的稍微更明显一些 OK 然后 然后我会比如说 让它稍微的参差不齐一点 要不然感觉 太整齐不太像 一片云这个样子 稍微随机一些 然后再复制出来 Ctrl M 然后 然后朝这个地方也可以有 一个这样一个云的一个样子 一个这样一个云的一个样子 好 OK 我们稍微 细调了一下 那里面的一些位置 我觉得暂时 还可以 所以说呢我们下节课就开始跟大家介绍 好 我们做这个场景需要用到的哪些材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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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